来上课了,就我们继续来闲聊 来聊一聊关于真五汤的八卦 这个 真五汤呢,我们讲我们现在 要接下来讲,我们要把真五汤的辩证点 分成两个区块来谈 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要先去认识 感冒的时候的真五汤的主阵要怎么抓 然后再去认识杂病的时候 真五汤的主阵怎么抓 那其实呢,是杂病的时候的真五汤的主阵 比较好抓 因为就是要看出一个人是所谓的水毒体质 这件事情来讲比较好抓 然后呢,就是感冒的时候 那个症状就抓起来会有一点难度 那我们在交杂病抓真五汤的主阵的时候 就还要跟同学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把他认识清楚说 真五汤的主阵跟圣气丸的主阵是怎么样 不一样 因为我们一般江湖上一种很粗略的讲法 就会说,圣气丸是什么药?不胜羊的药 真五汤是什么药? 哦,胜羊的药 那都是不胜羊的药,有差吗? 其实很有差哦 就两个方计的主阵是蛮不一样的 那当然你说治疗这种什么不可逆反应啊 就是什么,像七一的眼中的代表的不可逆反应 也包括白内障,对不对? 那其实白内障好像胜气丸比较有效耶 真五汤好像在青光眼那边比较有效一点 就是,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要交到生气丸了 所以也不是那么急着讲这个东西 可是等到下一堂课 因为我们今天大家还交不到 下一堂课讲到真五汤治疗高血压 或者讲到真五汤跟糖药病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把生气丸牵扯进来了 就是所以还是要知道一下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首先我们现在克服第一个难题 就是感冒的时候如何认出他是真五汤症 我们来看这个七之五十五条 他说太阳病发汗 汗出不解 其人仍发热 新夏季头炫生损动 正正欲辟地者 真五汤主之 这一条啊 真难用 怎么讲呢 就是 我们平常用真五汤的时候 往往就是抓紧他的前面一句话 就是 你发了汗了 本来发了汗之后 你身体要好起来才对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却发现 我这个麻黄汤症的青龙汤症 我汗发了 可是呢 我却觉得我的身体怎么 还是很不舒服 然后还是在发烧 那 这个时候就 有可能是真五汤症了 那这个 有可能就会让同学感到 很困惑 因为 比如说前面 不是有讲到说 前面的条文我们有介绍过说什么 发汗之后并没有好 然后开始发热 这可能是太阳 还有鱼鞋未清 要转阳明了 对不对 所以可能是白虎汤 可能是调味陈气汤 同学他们有一点印象 如果不太有印象 千万不要在意 因为那几条我都带过得很快 忘了就忘了 那些我最早上等到将来 叫阳明拼的时候 再抓回来的 那同学还有点印象嘛 对不对 就是当你的胃中有开始造势 阳明开始发热 那那样会开始发烧 那 那样的发烧 也存在 那 真五汤的发烧 也存在的时候 可能同学就会问 那我怎么知道感冒之后 又烧起来是什么汤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有点麻烦的地方 那至于他后面讲的那个什么 心下气 头炫 身 唇痛 正正欲 屁地 这个 是 你拿真五汤医砸病的时候 这些都是很好用的变证点 可是一感冒的时候 这些变证点都很难用 因为你们哪个人吃了贵 他麻黄汤在家里面 症症欲辟地生存动 就是很难遇到 所以 张东京给的这些东西是 是真五汤症没有错 可是在感冒的时候 你如何看出他的真五汤症 就是这些变证点在感冒的时候 没有什么用 那我们如果 那我们如果要来抓真五汤医砸症的话 我们就先来考虑一件事 就是感冒发了汗 而人继续烧 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五汤症 对不对 有可能 那首先我们要想说 这个感冒发了汗 还继续烧 也有可能是转阳明 对不对 那这样就可以分得出来了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用消去法 因为转阳明的脉 他的脉会变得 比平常的脉更加有力 对不对 然后变得脉比较 扯得长长的 就是红而长 对不对 那也就是 当这个人的脉像要转阳明的时候 他的脉会变得比较有力 或者比较长条 拉得直直的 那有这样的脉像出来的时候 就是偏到红或者滑这边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这个人 他是太阳转阳明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看看 他是白虎汤症的框架 还是调味神气汤症的框架 那这样就可以 把它区隔开来 那真五汤 他的这个发完汗之后 病还没有好 然后开始又发烧起来 那个真五汤 他的脉像 往往是没有什么特征的脉 真五汤的脉 脉可以是福大而须的 可以是承 承的 可以是没力的 就是可以是承缓 也可以是承紧 也可以跟你平常的脉 一模一样 一点特征都没有 所以 大概至少 跟阳明是分得开来的 那真五汤有的时候 他的脉是所谓的 耻脉的福大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自己把脉都会知道 通常左右手的肾脉 都是比较沉的 对不对 就是肾脉并不会浮起来的 可是有的时候 当你是真五汤症的时候 你的尺脉会浮起来 你会觉得很难得 平常感冒 什么麻黄汤症 桂枝汤症 这个尺脉都不怎么浮 可是我现在把觉得 诶 尺脉浮起来了 那这样子是下交阳虚 这是真五汤症 那这个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 来看待真五汤的话 比较容易分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分得出来 如果发汗过之后 发烧 它不属于阳明调性的脉的话 那剩下这种 没什么特征的脉 或者比较弱 比较细 比较微 比较紧 或者比较浮大 这些半都有可能真五汤 这是一点 那另外呢 就是真五汤 它其实也可以说 这条接续在 大青龙汤的条纹后面 大青龙汤的条纹 不是说发汗之后 人可能会怎么样 怎么样救 对不对 那 如果同学有用过麻黄汤 或者大青龙汤 也会看到那个症状的转规 怎么讲呢 就是你用了 相当重剂量的麻黄剂 发了汗之后 你的这个阳气会受损啊 阳气受损之后 往往就会 接下来就会发现到说 诶 怎么发完这个汗之后啊 我觉得尿尿的时候 好像我要蛮用力挤 那个尿尿才会挤得出来 那种感觉 然后呢 看到这个小便 是不太透明的 有点白茫茫茫的颜色 那如果你在发汗之后的发烧 你感觉到自己 好像排尿变得比较困难了 小便便的颜色 比较白茫茫了 那这样就可以断定的了 这个发烧是真武汤的发烧 这是第二个参考的点 那第三个参考的点呢 就是真武汤症的发烧 往往有一个特征 甚至这个特征可以就是 少因病的特征 就是少因经 少因经 守少因心经 足少因圣经 其实关系到心圣的这个六经病 它的病的这个特征 往往在身体上面占一半 在心理上面占一半 所以一个人在得少因病的时候啊 对自己的身体的敏感度会严重的下滑 也就是说真武汤 真武汤症的发烧 它在临床上面有一个特征 就是常常是本人 感觉自己发烧这件事情的时候 感觉的很顿 怎么讲呢 如果是这个麻黄汤的发烧 这个人会怕冷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他烧得好高 39度高烧 他还要裹棉被 那卖是浮井的 那这样我们认出是麻黄汤 对不对 那真武汤的病人在发烧的时候啊 他也可能裹棉被 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冷 还没有到手脚冰冷 但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冷 让他发烧 其实这地方这样讲也不太好分 因为四逆汤症也可能会发高烧 然后裹棉被的 就他的体质是寒底 但是他还会发烧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以裹棉被发冷的这件事情来讲 真武汤和四逆汤不容易分 那比较好分的点是 真武汤的发烧 有的时候这个人发烧38度半了 有时候如果是妈妈照顾小孩 这个温度计一两三十八度半 你吓一跳对不对 然后呢 你如果那个人是真武汤症的 你已经烧到快三十九度了呀 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讲 有吗有吗 当那个人出现到一种 好像我有这么烧吗 那种感觉的时候 通常都是真武汤症 就是真武汤症的特征是 本人不觉得自己在发烧 他本人对自己的感觉非常不敏锐 因为真武汤症你要抓迈向很难抓 你可以知道什么什么迈向他一定不是真武汤症 可是却没有什么什么迈向他一定是真武汤症 所以以迈向来抓的话有他的难点 所以当一个人在发真武汤的烧的时候 常常我们临床遇到的现象就是 他本人会觉得 啊有那么烧啊 温度器是不是坏掉啊 就那种感觉 像我呀感冒也是很怕得真武汤症 因为得真武汤症之后 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会变得很笨很笨 像是如果我是直接 如果我是感冒就得真武汤症的话 往往我都是要感冒到第四天第五天 才会开始发现自己在得真武汤症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我一个人过日子 我也是那种很独居老人的性格 如果有什么死掉 也是不知道多久发臭才会有人发现 那就是有的时候啊 就是这天起来觉得 哎哟啊 身体好疲倦哦 觉得身体酸酸的 其实那个有比较聪明的人 就会知道自己感冒了 可是呢我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昨天做太多运动了啊 明明昨天都没有动 还会以为做很多运动 就已经笨个乱七八糟了 那就觉得第二天怎么还那么累呢 然后第三天还那么累呢 他就会说好奇怪哦 所以怎么都那么累 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来看 你就会说 你怎么脸红红的 然后摸一摸你的头说 你在发烧耶 我说哈 这样子才发现是真武汤症 就是真武汤症的那种哨音病 就是那种调调 就是这个人自己本人 对自己身体的疾病的感觉 是很笨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人在发烧 是这样的调性的时候 往往是真武汤症 那当然 有的时候帮同学家里面的小孩看病的时候 那还是比较轻松 所以小孩来了 他在发烧嘛 一摸头是烫烫的对不对 那一摸卖 这个卖成成的 那又发烧 卖又成成的 然后问他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小孩子说 还好啊 那这样子真武汤症就开下去了 就是如果卖又成烧 又在烧 然后本人的感觉就对 那这样子比较能够认出是真武汤症的高烧 那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 哦 这样子我会了 那真武汤症的高烧很好认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下礼拜看到议案讲义 就会发现 这个 本人不自觉这件事情 是有推阔的空间的 像是当年台南朱木通的议案 他说真武汤症的高烧 本人不自觉这件事情 那个不自觉可以包光 那个本人已经昏过去了 这就是要命啊 他说 比如说遇到那种脑膜炎的病人 发高烧 整个人昏厥过去了 他就说 哦 这是已经本人不自觉了 所以是真武汤症 但是他就吓死人了 对不对 因为脑膜炎照理说 在张农景的书里面是 禁病的范围 对不对 禁病的范围 它比较是偏到阳明 就是因为人太燥热 经络干燥 所以整个人是僵直的 对不对 就是整个人往后面抽的 那禁病的标准方 葛根汤 大臣气汤 桂枝加瓜楼汤 那大家都有一个牙关咬紧 然后整个人这样子 下后板的那种症状 那跟真武汤的症状 其实也只是一线之间而已 你说禁病这个葛根汤 它是阳症 它是身体太干 所以要用葛根 或者桂枝加瓜楼汤 用瓜楼 把这个水润之气 把它拉上来 提上来 滋润经络 这人才不要继续抽 对不对 那真武汤何尝不是如此 只是它是阴症 它是人的圣阳太虚了 所以它的水气 根本不能上来 所以整个人干掉 所以症状是差不多的 那你一定要说的话 可能是真武汤的主症 这个我们的55条 它还有一个 身旋动正正欲辟地 这样正正欲辟地 讲成白话 就是这个人抖啊晃的 容易摔倒 那你说 发烧的时候 都已经躺在床上昏迷了 有什么摔倒不摔倒的 那只好说这个旋动 旋是什么 是眨眼睛 那眨眼睛要动得怎么动 就是身体的那个抽搐 如果说葛根汤 或者桂枝瓜楼汤的那个 是这样子硬邦邦的 对不对 那真武汤就是那种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的抽筒 加上那个人昏迷 那可能你会发现 哦 这是真武汤 真的高烧昏迷 这样子 那吃了之后 朱姆通有时候 真武汤也会明眩的哦 就是我们说麻黄汤 吃了以后的明眩 是流鼻血 流鼻血 对不对 那真武汤吃了之后 是什么样 治水族的方 是明眩什么 是吐水 就是会身体 某个地方会喷出水来 那 那这个 像真武汤的这个 在太阳片的这个主症 像新夏季 当然我们说 这个人水毒太多的时候了 这地方水气太多 胃有点脏啊 心跳的时候会顶到啦 所以心下会激 这是理所当然认为的 水代谢不良啊 人就容易投昏啊 所以啊 就林桂竹竿汤的症 也会包在里面 人会容易昏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么说法啦 但是 他另外一个主症 这个所谓的 真武汤是那种阳虚型的 经脉这个水毒啊 这样的状况 他那个主症这样子 身体这样子抽一下抽一下 其实这个动作 是杂病里面的什么病 同学有没有感觉 就是 现在我们说的什么 帕金森症之类的东西 那的确就是杂病 真武汤就是用来治这个东西的 就你真武汤里面 再加点正固肾气的药 加点什么兔丝籽 无畏籽跟磁石这类的药 那临床上面 对于这类的病 还蛮有办法的哦 所以真武汤的主症 要退阔起来 是蛮可以 在各方面都使用的 而且这种退化型的疾病 真武汤特别厉害 所以真武汤可以 可以扭转各种人类的退化 它能够让人恢复年轻这样子 那 那真武汤呢 我们说 感冒的时候 其实这个头颈深神动 真正欲辟地这些东西哦 都不是很好的辨证点 但是真正欲辟地这句话 如果你愿意把它推阔的话 抓真武汤的主症还是能够抓 怎么讲呢 那就是少阴病本身就有那个调性 那尤其以真武汤症特别明显 就是说 如果有个同事啊 他感冒呢 已经好几天了 要好不好的 然后呢 你 不知道他的感冒是什么病 那你帮他把个脉 也把不出所以然 就是不太确定主症的时候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 现在 看到床就疯狂的想扑上去 有可能有人会跟你讲说 对哦 如果现在你给我一张床 我就是 啪啪啪啪 马上就整个人这样扑上去 那就是说 这是振振于屁地 真武汤 那就是可以这样抓的哦 因为通常会对 就是因为 在六经感冒里面 就是少阴病 真武汤症 这样的一个身体感 会特别的明显 就是很想往床上扑倒 所以这样子可以算振振于屁地 当然这个是已经捞过戒的哦 这是不标准的辩证法 那如果你不要捞过戒的话呢 就是真武汤症的人 他的身体的这个小脑啊 管平衡的机能会变得很烂 所以会莫名其妙的摔倒 就是变得 像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些长辈哦 是很容易摔跤的人 像我奶奶就是从 听说我奶奶就是从小到大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动不动就摔跤 那就是连怀着我爸爸都从楼上滚下来这样子 那 那他后来是 七十岁之后 他后来是得脑瘤去世的哦 就是其实 我奶奶就是很标准的 长期的真武汤症的患者 那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我们说在路上摔跤 我们可能会知道说 哦因为我们赶公车 所以跑步被什么东西绊倒 这是有合理的原因的摔跤 但是有时候你会遇到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哦 他是 哎呦出去了 然后跌着头破血流回来 你问他怎么了 后来我也搞不清楚耶 走着走着就忽然之间 就发现自己已经跌倒了 那这样子的人就是真武汤症的 振振于皮底了 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失去平衡 然后就摔倒了 那这样子也可以当作真武汤症的一个辩证点 其实这个辩证点几乎不会在感冒的时候被你发现 就是在杂病的时候会被我们发现 就是当我们身体有这样的掉性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杂病的真武汤症来看待 那以感冒的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太阳病的真武汤症大概只能够从他发烧这件事情当作一个主轴 然后去从他的脉象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看他的主观感觉 从这些周边的一些小的线索去找出他的用真武汤症的机会 那至于说生存动作论医院PT是杂病的时候好用 感冒的时候不好用 那我们对于太阳篇的真武汤的八卦 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再来跳开来 我们要去看一下少阴篇的真武汤 那在看少阴篇的真武汤之前呢 少阴篇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条文 还是要跟同学先带一下 因为如果不跟同学说明一下的话 一下子进入少阴篇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突兀 其实真武汤呢 放在太阳篇的这里本身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兀了 少阴篇的卷11 从卷11的最开头我们开始看 真武汤放在太阳篇里面本来就有一点突兀了 可是又不能不放 因为你想想看 前面已经介绍了武林伞 那武林伞症再进一步就是真武汤症 所以以他的这个写说的层次来讲是不得不放的 而且呢 通常我们在用过麻黄汤跟大青龙汤之后 就会出现真武汤症了 所以在太阳篇放真武汤是蛮需要的啦 只是在理解上面来讲就觉得太快了 因为真武汤本来是一个少阴病的框架里面一个最主要的方子 那我们看少阴病 少阴篇的第一条啊 他说少阴之为病 脉为戏但愚昧 说为戏也对 说成戏也对啊 就是这个 少阴病嘛 我们说六经这个 我在说太阳 在说张荣荣经的六经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用一种区块的观点来看待六经 就好像太阳经包含了人的比较表面的灵气啦 胃气啦 所以太阳病的时候病血在人的最表面 所以人的抵抗力都往外面走 所以脉会浮 对不对 那少阴病的话 他的病血已经到达里面的心脏跟肾脏了 所以他的脉会沉下去 那这个少阴病的脉呢 刚开始得的时候 这个脉会比你平常要沉一些细一些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少阴的脉 然后呢 他说少阴病是什么症状呢 诶 这样子还有一点好笑了 少阴病的症状是喜欢躺 喜欢躺叫做是症状哦 你不说什么发烧脊度啊 或者是什么身体酸痛 不是少阴病的症状是喜欢躺 那你不得不佩服张宗景 其实这样写是很精确的 就是少阴病刚开始得的时候啊 其实那个病的架势 也不见得一定就是真无糖症 因为少阴病刚开始得的时候 在他还比较表面的时候 张宗景有给麻黄父子细心汤 麻黄父子甘草汤 这些这些药方 那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我跟一个帮我打工的小朋友啊 在出版社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天晚上 我们在那边 在出版社忙着忙着 忽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个状态 就是 我们好像已经做了 好几个钟头的事情了 而这几个钟头之间 我们都不停在喝水 因为觉得有点渴 所以一直在喝水 可是喝了那么多水 怎么会一点尿液也没有 就是并不是尿不出来 而是连小尿尿的感觉都没有 那水喝到哪里去了 都开始看了自己的肚子 在想说 有没有肿起来啊 就是喝那么多水到哪里去了 就觉得开始有点怕 就是为什么没有尿液 那么久了都没有尿液 然后后来就想说 会不会是少阴病 于是我们就吃了一点点 喝了一种麻黄副子细心汤 然后一吃之后 麻黄开始变得 好像身体忽然放松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开始有尿了 那 其实 就这样一个小事啦 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同学 一个朋友 在通电话的时候 我就说 我们在公司 得一个少阴病的麻黄副子细心汤症 就是感冒的时候就这样的 心慌慌的 然后一点尿液都没有 也不觉得自己生病 然后我那个朋友一听就说 我之前也得过你说这种感冒 那次可惨了 为什么惨 因为少阴病 他的症状 往往是心理上面的症状 多过于身体上面的症状 也就是说 我那同学他就说 他的学校是 好像是当研究生做研究的嘛 那他因为得了这个病 就整整一个月 就对工作非常冷漠 不认真 然后对合作的同学 同事或者是老师 都非常的态度恶劣 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白烂啊 就不想沾啊 很冷漠啊 这样子 然后弄到他的生活一团糟 太远毁掉了 就是 就好像被教授犯了之类的 就是说 这个少阴病的症状 其实是 有的时候会呈现在这个人的人格 就本来遇到什么事情 你会认真积极的去处理的 可是得了少阴病的时候 都装没你的事 就白烂这样子 然后就生活遭到的破坏啊 就是 一种好像 不想花力气把你的生活摆平 然后就变成这样的烂 整个生活都烂下去 所以少阴病有时候要掉进去 沉浅在这个状态 所以你说 你说他的这个淡愚昧啊 是人困吗 有可能是人困 就好比说 现在有一种病 叫做嗜睡症 对不对 你有少阴病的药 什么珍午汤 麻花夫子齐心汤去医 有没有可能医好 也有可能医好 所以你不能说 爱睡觉不是少阴病 爱睡觉也是 但是除了爱睡觉之外 有的时候是这个人忽然之间 性情大变 他就本来会热心做的事情 现在都懒得都不理 这个样子 那这个情况有可能是 少阴病的心理症状 就是不想面对这个现实世界的 那个不想变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如果有这个症状 在生活中发现的时候 如果你长期就是这种人 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 偶尔之间变成这种人的话 你就要小心 看看是不是少阴病 就像珍午汤的这个 深旋动振振欲辟 如果你是那种天天抖腿的人 那就无所谓你就抖吧 那可是如果你是平常不抖腿的人 最近怎么发现说 这几天怎么一直在抖腿 那那个就是珍午汤 真的深神动振振欲辟地 然后就是你要想说 怎么莫名其妙 开始抖腿 那这个无意识的身体动作 它也可以是一个症状的指标 就像是张宋锦 他说烦 说烦躁 其实说到烦的时候 比较是一个 主观感觉的心情的 这个遇到什么 你都不爽不爽的感觉 就叫烦 可是用到躁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足智旁的这个躁 往往就是掺杂着一些 不自主的身体的活动了 比如说大清荣汤症的烦躁 这个人呢就是莫名其妙 就这样滚来滚去 手就这样动来动去的 那那个动来动去 不自主的行为就是躁字了 所以珍午汤的这个 身体自然的那种乱七八糟 动来动去的这种可能性 他也是勉强可以算到 张宋锦的书里面躁的范围 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那所以呢 我们大概知道 少阴病是这个框架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能够在临床上 认出少阴病 这是一点 就是少阴病的那个状况 而且少阴病它有分成两 又分成很多的层次 比如说我们说 珍午汤症 这个人是身体的水气 运转不上来 对不对 那水上不来 其实会产生什么问题啊 就是上面需要 它灌溉的东西都没有水了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心脏的这个火 没有人来救心脏火 然后心脏开始烧起来 然后就烦躁的睡不了 就要变猪鸟汤症 所以猪鸟汤症 跟真午汤症 其实是一对的存在 就是你 当你该用真午汤的时候 没有用真午汤 这个水上不来 变成心在那边干烧的时候 就变猪鸟汤症了 所以你不要说 一个是大骨羊的药 因为是大滋鹰的药 离得很遥远 其实不是 它们都是在一个 哨音病的框架里面 发生的事情 这种什么眼睛蝦雕 有时候都聋掉 那个也是 用到那个皇帝内经素问里头 最后一篇里面 那个解经为论里面 有一句话 他说 一水不能胜无火的时候 就是说 人的这个五脏之所以 一直会烧 是因为你的水上不来 所以才会不能 帮你的五脏灭火 所以你的各个脏气 会提早老化 功能提早虚衰这样子 所以 你这个 就是必须要补到 这个一水垢的 这些脏气的老化 才能够停止 甚至能够逆转 那这是一个 皇帝内经里面的一个 千古悬案的条文 一直到左近云的朋友 什么张友章 张维希他们 用蒸五汤才开始实践说 实践到说 哦 皇帝内经的这句话 是有意义的 不然的话放在那边 我们就搞不清楚 他在干什么 那这个 像是这个 一水不能救无火的问题 可能你们一般人的感觉 不会说很明显 但是 像我们的熟人的范围 我们就 我就会觉得说 像 陈兔教就是很严重的 一水不能救无火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从小就鼻子不通 就是 鼻塞什么的 然后呢 他就 习惯性的 因为鼻子不通 所以 每天都用嘴巴呼吸 那 当人每天都用嘴巴呼吸的时候 就变成 不像我们一般人 有机会去舍抵上恶的 那舍不抵上恶 就等于这个水器不能经过 从都脉不能从人脉下来 所以就变成他的 每天身体 就是陈兔教是每天都在上火的人 而他的那个上火就是典型的 一水不能救无火 我常常在家里面 常常在家里面 遇到他会念他 说你这鼻子 给他搞好好不好 你会为了这鼻子 短命十年到二十年的 就是 因为他的身体 会因为这样 就一直在上火 然后其他的 懂医术的朋友 遇到他 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羊药吃太多了 那其实这东西 有时候跟补羊药 还不一定有关系 就是这个 舍抵上恶这件事情 对于这个水器的运作 还是蛮有关联的啦 那 如果你遇到像这样一个 常年舍不抵上恶的人 有时候就会遇到 就会觉得说 他身体真的是 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那这个 当然就是题外话 我们现在讲 说哨音病呢 在这个本文的条 这第一条里面 没有开始讲 但是呢 像是他的 第三条就已经开始讲到 法当烟痛这个问题了 那第二条的时候 他后面讲到说是 小变色白者 就证明你是哨音病 其实这个倒是 很重要的辩证 就是当你的小变的颜色 变得白茫茫的时候 代表你的肾功能不太行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当然是用哨音 用哨音的药物来治疗啦 所以蒸五汤也可以说是 你就抓一个小变的颜色 白茫茫当中主阵来看 也可以哦 所以 所以啊 同学有 我们这样小变 如果颜色白白的 通常在西医是什么病啊 蛤 尿 尿什么 蛋白尿还是什么 还有别的吗 就是类似那一类的啦 那那一类的病其实 蒸五汤很有办法 一人好 当然临床的 临床使用的时候可以做点加减 但蒸五汤对于补强肾功能的效果 就是没话讲的非常的好 那再来他第三条讲到说 哨音病的人会喉咙痛 其实啊 我们喉咙痛一定是有食热症的喉咙痛的 像麻性肝食肠症 银翘散症都有可能有喉咙痛 那都是食热的 那怎么知道是食热 你的这个寸口的这个右手寸口上交的脉 比你平常有力啊 跳得比较凶猛啊 那你就知道这是食热的啊 所以麻性肝食那种食热的现在姑且不论 但是呢 当一个人在得阴症 尤其是哨音病的时候 扁桃腺烂掉是常有的事情 因为呢 这个阴症来讲 他就你把到 你的脉啊 是沉细的 可是你的脉 你的喉咙啊 痛得不得了 那这个东西呢 就像我们蒸五汤 刚刚我们那个七至五十五条教过之后 下面一条就是咽喉干燥者 不可发汗 其实讲到蒸五汤